都没法理基礎啦 是不是去招中型新村啦 说招中型新村就让执政 你看看那部队吗 哦 部队还给他探了 在那中型新村的总统 那个姓朱学位置 大家选招 我们已经执政 哦 怎么会弄到这种情况 大家如果弄到 我说要招中型新村 他们如果要改变 要去招队 总统有没有对 总统有更大 你招中型新村 你要说什么 推到这种情况 我不是最后你说 我们是日本人 也一人看来说 我们要去新村 新村和新村 啊 我有说 麦克拉斯已经装日本的改变了 那个日本不是我们的日本 我们的日本是什么 日本天皇那个日本 大日本地国 有没有感觉又有得了 有得了吗 你如果推到那边 有得了啦 日本天皇如果有得了 大日本地国就存在 新日本是麦克拉斯尔的 那个新日本 现在是新日本 我们的旧的大日本地国 又有得了 你们不能忘记 我们的老婆又有得了啦 所以大家人想这个教育 那中国人的思考 已经改变都没有去想啦 法理上 日本人在呢 我们大日本地国就在呢 只不过是因为现在 让美国 让国民党把你抗掉了 抗不起来 所以现在不知 美国在帮忙安倍说 赶快修宪 有没有 这边他过三分之一 我给你保证 他今年绝地修宪 这各位安倍晋山派人 来跟我们谈判 今天讲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